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2023广州车展 我们现在就在北汽吉虎展台 在我身边是他们旗下的最新一款车型 叫吉虎α T5 那首先先说一下这台新车定位 目前呢 这台新车是定位中型的纯电SUV的 最高续航能够去到660公里 那么其实新车还有很多在配置在充电 还有动力部分的亮点 我们等一下再说 现在先聊一下外观 首先看这个前点是不是 和之前的吉虎α车型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还记得之前的那台αT或者是那台烤拉呢 都是一个缆核型的大灯设计 那个看起来会更加Q萌 更加人畜无害一些 但是现在你看T5 整个都是异形大灯 所以看起来就更加具有攻击性了 包括它的整个前干部分呢 都是相当运动化的 看一下车测 目前新车呢 先说一下数据 它车长4690 然后轴距呢 超过2米8 车宽呢 也超过了1米9 所以整台车其它车宽已经超过了 像比亚迪的Song Plus 或者是大众ID世界车型 然后再加上它这么长的轴距 所以这台车看起来整个体量感觉相当强的 再看一下有些细节 比如说现在用了一个20英寸的大轮固 还有整个熏黑的一个轮固造型很好看 里面的SATA卡钳也是红色的 还有大家看这里 有个盖子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这个充电的位置是在这里 但是不是啊 它就是一个盖子 那这个盖子有什么用呢 以后啊 这台T5其实是可以选装激光雷达的 没错 前后一支板两边 不是前后 是前一支板 两边都是可以装激光雷达 它也是支持华为的一套服务驾驶的方案的 再看一下后面 那后面就看到有个小的六倍啦 从这个西周一直往后沿 包括这里做了一些黑色试板 下面还有一些 呃 这种小小的行李架吧 还有个尾椅 那看起来还是挺运动的啊 还有这种引擎式门把手 下面呢也有一些 深黑色的一个车裙了 那么充电口在这里 按一下 哦 现在锁住了 没有 一边是慢充口一边快充口 然后呢 再看一下车尾 车尾部分还是看到现在有很流行的这种贯穿式的尾灯 而且我发现它现在用上这种就透明式的灯壳 加里面是个黑化的一个设计呢 再加上我们实拍这台是一个磨砂的灰黑色的车系 所以看起来这台还相当的酷 看一下车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就做到这个Alfa T5的整个类似了 其实整体看起来呢 相当的豪华 由于是它用了这种双层的一个仪表的一个配置 而且呢 下面上面都是两种配置了 中间这里有一部分呢 有个小小的好像钢琴烤锡一样的一个视板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相当高级 那么目眼所看 它前面是取消了一个液晶的仪表 但是呢 上面有个很大尺寸的HUD啊 所以平时看那些车的信息呢 通过这个HUD就可以了 那中间这里呢 是个15.6英寸的屏幕 然后这个车机其实它是有很多亮点的 比如说它有一个多情景模式的功能 有小细时光有宝宝睡眠 那按不同的模式呢 它的一个娱乐系统 它的一个空调 我的座椅的位置呢 全部都会根据这些模式去调整的 还挺好用 另外新车这个车机也是支持四应区的识别 所以坐在后排的宝宝也能自己去逗这个语音区玩 但是整个类似我觉得最值得易说的是它用料 因为呢它这些地方啊 你能摸得到的这些地方 全部都用了一些吸全类啊 或者吸本类的一些面料去填充的 我们都知道其实有一些车 它的面料用的不好 或者是粘合性用的太差呢 整台车它的味道会好大 尤其是晒过之后 那这台车呢 它用了这些面料 能够把这些全类和一些本类都把它吸附掉了 所以整台车里面的VOC的标准是很高的 所以坐在车里面 整个空气的一个清新程度也会更加好 另外呢 这台车的空调也是配备一个PM2.5的兴风系统的 那么还有大家经常摸到这个翻案盘 它也表面也覆盖了一层叫抗菌的一个涂层 就之前我们看过什么像特斯拉有些网图啊 你经常不开那个翻案盘都会涨霉 那我觉得这台车有这个抗菌的涂层之后呢 应该不会涨霉吧 那么好了 看一下有什么具体的一些设计细节 比如说这个是个悬浮式的一个中空台 下面可以放很多女士的包包 或者是一些鞋都是OK的 然后有两个杯座 我还发现了这个杯座还挺精致的 因为它杯座的边缘呢 都是有一些氛围灯去把它圈起来 看起来真的是好好玩 那后面这里有个50瓦的手机快充 还有它这个扶手箱的一个储物空间的打开方式 有点特别啊 你看像一个一个花瓣一样 然后它这里有个按钮 哇是不是 相当的有仪式感可以这样打开的 可是有点不顺啊 这里可以优化一下 然后我看这个储物空间还是挺大的 可以放个大概四平左右的椅保 然后整台车的整个座椅呢 它也是用了打孔皮加光玫这样的组合 一个同意的设计 然后我看了一下 它的前排是支持一个座椅交易的开架后排 那我现在就坐进了台Alpha T5的整个后排了 然后我发现刚刚漏讲了一点 就是它车门的开启方式有点特别 它这里有个按钮 前排也是啊 按这个按钮就起到了一个物理开关的一个效果 而且它整个这个车窗的一个操控呢 也是用了现在很流行这种微动式的开关 前后去触控就可以升降了 但是我们这台车是展车模式 所以就不能开 还有你看整个面板 其实它的设计啊 它的用料都是和前面相呼应的 很豪华很高端 而且你看还是有这种氛围灯这样配合起来 所以看起来真的是效果满满的 而在我前面呢 我刚刚调了我的座姿 但是稍微偏后一点吧 因为也不能太认真去调 然后我发现整个二排的一个空间还挺大的 边这台车呢 它的轴距已经超过2米8 所以整台车你看 我的膝盖两拳有多的空间 而且头部呢 虽然它用了一个小溜杯 但是也保证了一拳有多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台车的后排 是相当能够满足一些主流的家庭用户的一个需求的 再看一下配置啊 比如说后排有一个出风口 下面呢 还有一个Type C 我觉得就配一个Type C口 可能有点少吧 建议再多配几个 然后整个座椅 其实它可能有一点点的矮 但是还好它的面料比较舒服 所以整体坐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你看一下 整个地排都是全屏的哦 所以坐在中间的这个乘客呢 也没有被区别对待 那么好了 静态部分就暂时给大家交代这么多 出去讲一下这台车的更多的亮点 最后聊一下大家关心的动力和续航 目前呢 几乎Alfa T5呢 它是有185千瓦和200千瓦两套动力的 那续航呢 据说最高能够支持到660公里 但是啊 其实新车最大亮点还是它支持800伏的快充 你没想到吧 这台车它的起售价应该是20万不到 居然能用上800伏 而且最高充电速率能够去到230千瓦 所以我觉得单从这点已经领先了很多 同级别或者是同价位的一些SUV车型的 另外刚才提到了这台车可以选装建卫力达 所以它也是支持华为的一套自驾方案的 那不知道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呢 到时候给大家试一下